就愿薪酬崔永远和电影《手机过节绵延的15年》。 自从《手机2》宣布开拍以来,崔永远连续在微博发声《重提2003年》,手机上映时与冯小刚刘振云的恩怨。 这次还把女主角范冰冰淹了下水,发布了她片酬1000万的一份合同,随后崔永远又在微博上传多份合同并曝光外演员有大小合同的行业乱象。 一时间网友纷纷表示,崔老师近来火气有点大啊。但人们更关心的是,崔永远为何在近日密集地向这些人开启炮轰模式?事实模样的怨气,绵延15年还是难以了断。 5月24日,崔永远微博发声《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而配图正是范冰冰或国家精神造就折奖的新闻。 于是,崔永远和范冰冰的这场单方面战争正式打响。 4日,崔永远又在微博爆料某演员合同截图,该部剧名演员重金共计一千万元,并配文《一个真敢要,一个真敢给》。 紧随其后,崔永远以类似的配文接连向冯小刚、学藩夫妇、刘振云开炮,用词非常直白。 5月29日,在崔永远最新一条微博里,她再度开炮某演员拿天价片酬。 连几之前的博文,由网友猜测该演员就是范冰冰,炮火之味更浓。 这一次,范冰冰工作室作出回应,斥责崔永远近日曝光所谓四贴六千万元片酬,不时结合部分媒体为经求正在内的道道对范冰冰造成诽谤之时,删除合同同时构成侵权。 声明最后表示已经为请律师调查取证,会追究相关责任方的法律责任。 在《手机2》宣布开拍的档口,崔永远炮轰饭冰冰冰冰冰小冈刘振云等一干人,这不得不让人都联想到手机曾引发的恩怨情愁。 就愿新愁崔永远和手机过节绵延一五年。 在2003年的电影《手机》李格优饰演的《严首一式谈话》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被认为参考原型就是崔永远,而崔永远确实也曾与导演冯小冈与编剧刘振云接洽过给他们讲工作流程、生产流程、遇到误会时吗? 冯小冈与编剧刘振云,但崔永远考虑公职在深拒绝了。 上映之前他曾问过冯小冈电影内容,冯小冈答,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这是一份十足的惊吓电影里的《严首一》不仅多次出轨,还被出轨对项五月定替了自己的岗位。 在现实中,《实话诗》说,主持人由崔永远迭代为何惊。 尽管冯小冈与编和刘振云都否认严首一的原型和他有关,但崔永远显然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以至于发表万言文章,认为手机是三级片。 这次在微博上连续发生狂对冯小冈、刘振云、范冰冰、崔永远表示是因为《手机2》的拍摄再次激怒了他。 他说如果没有这部戏,当年的事情就算过去了。 手机2开拍前我和刘振云有过交流,对方冷嘲热讽说不叫,手机叫朋友圈了,结果没隔两天,手机2还爆出来了。 至于拉范冰冰冰下水,崔永远表示最初还因为没有抹掉合同上的名字感到抱歉,但看到范冰冰发微博称五月很开心,后她愤怒了。 5月31日,崔永远又发表了刘振云的家训,直接将矛头致向刘振云,说刘振云之错不只是攻击侮辱自己争些块钱,而是她对文学属性和责任的主动背叛。 并严明自己对知识分子称号的执着之心,知识分子就该有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的深沉天真,知识分子应该在人性的完善上有自发主动进去的行为。 对于这次论战的结果,崔永远表示不会接受他们的道歉,我觉得什么时候我出够了气,我就把那些微博一删,就算结束了,现在正在信透上。 这几年,崔永远已经不是从前节目里那个幽默机智不紧不慢的央视主持人了,她成了反转基因,都是愤怒中年,经常在微博上对天对地,被她骂过的人,从方舟子到朱军再到农大女学生不一而足。 这种转变可能确实跟手机事件有些关联,崔永远曾公开说过,是,手机让她改变,我从那时候开始,变得粗糙的,社会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有人说,这是时事儿,小崔当时真的挺惨。 她在手机中被消费,朋友背叛和名誉受损,双重打击一起摧折了她,还加重了抑郁症,时隔多年,就伤重体有心理恐惧也是正常的反应。 也有人说,文化人潮做就是厉害,M年前的就是也值得拿出来小题大做。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潘金莲后人告,我不是潘金莲,清泉一世,当时也有网友吐曹奇玻璃心。 类似的争议自然能为电影带来热度,但是话题有了,人情味似乎少了。 电影愁花如何考虑个别人的玻璃心?这是个问题。 对此担任过电视剧《狩猎者》编剧的奇云交象记者表示,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创作,理不开虚构,想象、夸张等手法。 创作中真要舍弃这些艺术手法,人物就缺乏生动和饱满,故事也丧失流畅和感人,所以简单地完全真实的人物,为标准去评价艺术化了的人物形象,不符合影视作品的创作规律。 那如何让影视作品创作与保护原型人物合理利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他说,实际操作中,影视公司一方面可以事先与原型人物本人或亲属进行沟通协商,在其了解剧本大这剧情的基础上取得相应的同意拍摄授权。 另一方面,在剧本创作及拍摄阶段,在尊重故事真实的基础上,从常人理性的角度考量原型人物本人或亲属的内心情感,将虚构的情节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